再跟另外一篇的說你是無價脂肪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我們自己的身體的健康 不管你是幾歲 今天來到這邊呢 當然我爸爸媽媽也在現場 我爸爸已經70多歲 我媽媽也60多歲了 那我們站起來跟大家打聲加努力 大家有個可愛的可愛子 因為她現在3歲 通常3歲小孩很難進到會堂裡面 但是也會看她 因為她從小跟著威脅宣教一起在聚會 所以她知道在大人的堂裡面要特別安靜 我會說話對不對 對吧 待會讓你唱一下耶穌愛我我知道 感謝主 上帝給我一個非常美好的家庭 我非常感恩 所以透游健身我想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來這裡 我待會在外面有我的書 我會幫大家先做簽名 那我來大家先想說那我是不是要來賣這本書 其實我不是來賣這本書 你不用上台 我坐在那邊就可以了 謝謝 我不是來賣這本書的 我是來分享這本書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本書呢 我所有的 你會覺得 原來健身不是只是到健身房去拿著啞鈴跟器材在那運動 然後在討伐機討 然後看著電視連續去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今天希望透有一些分享能夠幫大家改變一下 所以我前段時間也才帶我的孩子跟同工們一起去關懷一些清函的孩子 我不僅是要幫他們 然後我的版稅就給他們 當然我實際上我也去他們那裡 那童像放不出照片來 你知道嗎 好 沒關係 不需要照片 大家就用你的想像力 所以我非常的開心 當我這麼去接觸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其實有一個健康的人生 你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我相信在教會的弟兄姐妹 大家都希望說 人生能夠活得健健康康 而且能夠為主而活活到老 對吧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要有一個不一樣的生活 那我首先呢 我想呢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如果POPPING沒辦法出來的話 我就用講的就好了 首先就是在 我們有做調查 其實在一些 比如說 肥胖藥味比較粗的人 可能有時候肚子比較大 像這個可能 有的人是 常常喜歡吃宵夜啦 有的人喜歡吃油的 不運動啦 最後就是 有些人不是發胖的體質 但他身體瘦瘦的 那他肚子也會變大 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對不對 你知道這肚子變大的人嗎 男生跟女生呢 經過科學調查 如果你的腰圍是超出正常的 大的話 他的壽命會比一般正常人 少十年 那女生呢 是少七年 所以我呢 從本來只是覺得幫人家瘦身之後 後來瞭解 我不是來瘦身的 我是來救你的生命的 所以你發現 健身器可以幫助你的生命延長 很多要買很多的藥品 很多的健康食品 它才能夠讓自己希望都健康延長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真的開始做運動 這一點它可以幫助你的生命 可是很多人會說 欸 哥倫 你講的真的很棒耶 但是問題呢 這個健身人好無聊喔 每天我都要 有些人來節食 對不對 昨天我在跟我們正好教會青少年 所以就舉辦結食的比賽 對吧 我一講完之後 他們就瞧著 哎呀 一直不早點講 還有餓得要命啊 你知道 當你結食喔 很多人以後 我再吃一點點沙拉 配一點水果就可以了 當你走這條路開始 你就要走到肥胖的不歸路 你會想說 結食為什麼要肥胖不歸路 因為你只要一結食 你接下來就越來越沒胖 所以要不要結食 跟你旁邊講 千萬不能結食 有看過我主持的 我們愛旅行的節目的舉手一下 有沒有看過 我每天要不要吃好吃的 人生美好的風景 上帝創造給我們 不去玩可以嗎 那美食你知道 台灣的美食 哇 國外的美食 如果少了好好享受美食 那多可惜啊 吃食的一個很大祝福的事 我常常在趕噴的時候 都是在蟹瓣打刀的時候 一想到哇 桌上的美食 叔啊 謝謝你 怎麼能讓我吃到 這麼多好吃的食物 所以如果讓你結食 你可能能夠結一段時間 那你可以結很久嗎 後來就會爆發了 我去跟他們講說 哇 到時候你一爆發 就找到鍋爸去吃 他說 你怎麼連我們要去吃的地方都知道 我也是去那裡吃 所以其實呢 很多人都會心裡想說 在結食 在 好像這樣就會變好 其實我告訴你一個觀念 我在書裡面都有分享 就是 結食為什麼會讓你胖 原因是因為 當你每一次 攝取了卡路 跟營養不足的時候 身體就開始要 代謝掉你的肌肉 就是你身體裡面 一定有肌肉 所以才會有力量 可是人的肌肉 有多的有少的 所以你的肌肉 被代謝掉之後 他的肌肉越來越小 你整個身體的 新陳代謝跟基礎代謝 就會變更慢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坐在這邊 或者你吃的很少 你的身體都會容易發泡 因為身體是上帝 創造非常奇妙的 他是一個超特別的機制 就是如果你不給他吃了 他就要自己存更多 所以你就想說 我自己不給他吃東西 他的下一餐 你只要一給他吃 他就吸收非常大 所以最後就變成叫做 喝水都會胖 了解意思嗎 所以各位 千萬不要解釋 一定要吃的營養跟健康 你的身體也會保持健康 讓你更瘦 當然我脫游數上 我分享給大家很多 那今天我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接下來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因為我在這次 剛剛有介紹 子晉牧師有講 我在中國做了央視 中央電視台 大家知道 我做了一個節目 叫做超級健肥王 那這個減肥王呢 他是幫助 來自各個城市 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齡 有男有女 年輕的到18歲 年紀大的大概到四五十歲 他們都是一百多公斤的人 我幫他們做瘦身 最多的人 在一百天之內瘦了60公斤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影片 然後我待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來